世界上的冰雪城市那么多 唯独这一座 让许多人对它情有独钟 当你以为你已经认识上海 它却以另一种面貌 颠覆你的语为 冰箱的话 四季都有观想季 春季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以 郁金香和燃镜吉野荫 到夏季的话 就是我们这边打造的 就是一个我们冰江籽的 一个紫色花季 秋季的话 就会有那个桥木类的变色的 如那个乌旧啊 银杏啊 这些变红色 变黄色的桥木树种 然后冬季的话 我们就是将那个观赏草的 冬泰和过渡泰 作为一个主要打造的一个区域 这样就会四季都会有一个观赏泰 昔日被工厂重工业占领的 黄埔冰江岸线 是一片沉重的灰黑色 但随着红浦江两岸全线贯通 上海的四季拥有了鲜明的色彩 2010年上海市博会期间 是城市最佳实践区的片区 当初由南市发电厂老烟囱 改建而成的气象景观塔 如今俯瞰着沿岸出现的 七座城市花园 包括有杜鹃园 月脊园 还有是草药园 草去园 等等等等 这每一个园子都有一个植物特色 从名字上就可以听到了 然后它每一个园子都可以走进去 坐下来慢慢地休息 在你滨江跑得累的时候 走得逛得累的时候 可以伴着花香 伴着这样一个园艺的一个观赏 然后坐在边上吹着江风 看着我们美丽的黄埔江 七座园林里栽种了200多种开花植物 让人一眼看不尽 这些美丽都是游学景观设计的 朱小军跟专家临为寿命 用9000万人民币的经费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打造出来的 就是现在这边我们已经开放了 这段四公里的区域 我们整个的一个绿化的景观打造 讲究的是一带三道气园的 一个景观特色 一带就是我们这个比较连续的 一个灵贯线的一个景观带 三道就是我们所讲的 骑行道 跑步道和漫步道的三根绿道 七园就是以我们植物景观特色 为打造的一个步入式的花园 漫步其中 感受初夏时节的徐徐凉风 听着江生涛涛 欣赏岔子烟红 老上海人恐怕很难想象 原来生活可以这样有滋有味 在那一代人的记忆里 黄埔江这条美青河 是难以亲近的 工业一个是靠近用水的地方 一个是靠近用能源的地方 比如说发电厂 它首先淡然用水 冷却用水 它用的煤都是水上引来的 所以发电厂它靠近水边了 黄埔江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沿江 沿河 沿苏州河 沿黄埔江 形成了密集的工业 仓储 码头 黄埔江边上诞生了 中国第一座发电厂 中国第一座自来水厂 以及中国最大的造船厂 密集分布于江岸的码头 仓库 货站 客栈 工厂 奠定了中国最大工商城市的基础 从吴松口到徐浦大桥 黄埔江蜿蜒42.5公里 两岸案件加起来总共有85公里 是高雄爱河的七倍之多 然而到上市季末 城市中心段仍有四成江岸 被码头 仓库 工厂占据 两岸的工业仓储割裂了冰水空间 与这座城市生活的联系 乌黑的江水 杂乱的生产岸线 除了1600多米的外滩 沿岸几乎没有市民活动空间 当初提出黄埔江两岸开发 实际上也是基于上海总的一个城市的发展 对 黄埔江原来作为一个城市的边界的话 布置的都是城市的一些重要的中工业的一些企业 包括运输 码头 刚才讲到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普通开发的形式下的话 它一下变成了穿越中心层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中心走廊 又是跟水有关系的 那么就必然城市空间的布局要做一些调整 因为这么多的中工业放在城市中心 那你可以想想 肯定是这个城市肯定是无法危机的 2002年秉持着百年大计 世纪精品的要求 黄埔江两岸地区综合开发正式启动 16号码头结束阶段行政部报复拆除 老旧工厂逐一外移 但由于土地面积大 牵涉的利益方也非常多 腾退工作面临严峻的考验 随着上海申办事博会成功 这才为黄埔江整治工作扫除障碍 后世博时代开启后 上海市政府就开始思考 如何将两岸的公共空间 从生产暗线制换成生活暗线 横跨了浦东 阳浦 鸿口 黄埔 徐汇五个中心城区 长45公里的黄金冰江线 在2017年年底全线贯通 跑不同的段 它会有不同的感觉 我像陆家嘴跑 那么是跑向繁华 去往南跑 我是在林中跑 穿过南部大桥 就会来到世博段 感觉非常安静 是以黄江渔民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么这个不单单是从城市发展的角度 老百姓在这座城市 你要吸引它在这个城市工作居住 那必须要有足够的吸引力 那么吸引力之一一个 你必须是一举一业这样的一个环境 第二个 你这个城市提供的这样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空空空空间 是不是具有文化历史的魅力 这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看重的 那么如果作为一个城市来讲 你要发展 那你最具备的 最应该具备的就是人才 而人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生活工作 那我们的城市就担心 没有竞争力 所以这是一个发展黄浦江两岸里面 背后的一个逻辑 原本散落在黄浦江两岸的明珠 在逝去尘埃后 串成了一条夺目的腰带 这项浩大的工程历时16年 建设思维并非推掉重建这么简单 而是在保留老建筑凝固的城市记忆 与冰江带的整治规划间取得平衡 继而为市民创造出了五个风格各异 却都魅力无穷的滨江区块 沿着浦东和浦西江南造成的 沿黄浦江两岸都是公园 以后不仅是这一块 以后所有沿着黄浦江两岸 以后要开发都会做公园 留给上海的市民 给上海的百姓 他们可以有一个休闲旅游的地方 2009年 文健的世界周报采访团队前进上海 访问时任上海市市长韩正 那时候距离中国有史以来 第一次主办世博会 只剩下不到一年筹备期 韩正抽空当起了王牌导览员 向我们述说他心中的美丽上海 我们说过去上海人的绿化是什么呢 一双鞋 每人平均享受绿化 是一双弦的 一双四十码鞋的面积 后来逐步到了一张报纸 后来我们就提出 尽快使上海人均的绿化面积 后来到一张床的为止 后来我们提出要变成一间屋 每个人一间屋 现在不仅是每人一间屋 是每人一间大客厅 我们想上海的老百姓 居住在上海中心城区的 走出家门五百米 并有一个公园 其实现在这样的规模 上海因为那场事不会而改变 上海人也因此拥有了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长四十五公里的滨江岸线 是韩正这位道地的上海通 留给这座城市最丰厚的礼物 滨江绿地丰富了上海的城市风貌 而管理者在规划建设公共空间时 也注入了环保理念 位在徐汇区的龙华机场 这条1.6公里长的混泥土飞机跑道 是七十多年前徐汇滨江 仅有的一条主干道路 航空功能退去后 建设者就着跑道走向 打造出一条下傲式绿地 走在战道上 成片绿植色彩错落 让人心旷神疑 没人知道 土壤下竟有一座雨水银行 收集到我们云井路 云井路半幅路的雨水 破滤以后 把这部分水作为废水利用 海绵城市的概念 推广到我们整个滨江建设里面 明天的历史是惊天留下的 当人们漫步江畔 感受这座城市文脉的时候 或许也会想起 上一代人曾经在这条江上 创造了20世纪上海工业的辉煌 而这一代人则在这条江上 为后代重塑了21世纪的上海滩模样 百年老港 百年老城的上海 城市容颜却永不迟目